我要去找潮了 我今天好像上了 是不是很有意 是不是很有意 是不是很有意的 两夫妻还是男女朋友 今天不要在这边拍照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还没关没关系对对 还是想要离婚的人 就尽快的先拍哦 哈哈哈 对啊 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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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进了这个五门 所以我们要关键 要把包包拿下来 各位皇帝皇后大家先怎么 我们来到了这个太和门 在筑蒂史丹呢太和门被雷电给披住 然后 发生一场大火 发生一场大火 这也是早期是那个大美环帝上早潮的地方 我要去早潮了 要去换扇了 要去换扇了 对不起 那是泰河門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進去看泰河殿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泰河殿 就是環山早朝的地方 哇 很宏偉對不對 所以故宮真的是好大 泰河殿也是環山登基的地方 或者這個地方一旦是碰到那個延宵節 或者什麼大節日 會在這邊舉辦一些慶典 然後晚上他們就坐在上面 那些王妃啊 王后啊 在上面來看 觀看這些慶典或者一些活動 除此之外呢 徹立太子徹立皇后 也會在這個泰河殿這邊來進行 駿山中心觀看 有很多彈的駕駛 還要很乾淨 那些不一樣 她已經是很快的 在這裏 有很多彈簽 中和殿 就是皇帝要散朝的时候 他会在中和殿那边喝喝茶 或者准备散朝的这个地点 中和殿后面就是宝和殿 宝和殿就是来做宴会的地方 宝和殿 宝和殿东时代的时候 把所有烤地三甲就在这边烤出来的 就是钻研 挤人 还有花甲 对 好多个 碳花那些都有 对不对 大石雕 这个就是大石雕 前清宫就是皇帝住的地方 也可以算这边是后宫啦 所以显嘉丽就在这边显秀 你也在这边显得进去里面呢 就是皇帝的妃子 或者是有些连皇帝都见不到面的 很可怜的女人 终于进来后宫了 找我的后宫家里三千人 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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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菁连宫 由于把这边就在这边 包着 二千人 把这个 摆托 其实是 所以你看到延禧攻略的话,你可以对这条街特别有感觉,对不对? 这就是楚秀宫了 以前皇后或者太后住的地方 然后龙玉皇后,听说也是住在这边的 如果说错的话,请决认我 这里呢,你去看林戏记,宫廷记,你会看到的古代的妃子呢 就会住在这边所设立的那些他们的属于自己的宫 这边有咸福宫,产出宫,太极殿,还有义花园 前面都是义花园 然后这条路我们拍照是特别漂亮,对不对? 是不是很有feel 是不是很有那个延禧攻略的feel 好,我们上家看呢,在我们的桌上边有一些树 树的树干呢,有点树干 连着一起,这个名字叫做林戏的 认识当中的一句 最后在天变着比翼鸟,在地变着连鲤鸟 但是呢,后来百姓呢,给他赐了一个熟名 叫做分手术 为什么啊,这么一个名字呢 是当年呢,末代皇帝 和那个苏妃文秀在那里拍过一张照片 拍完照片之后呢,两个人呢,离婚了 哈哈哈哈 一当中啊,唯一一个离婚的皇帝 所以啊,后来呢,百姓呢,赐了一个熟名叫做分手术 所以,有什么避季吗?拍照 呃,后期,现在没在这儿拍照呢 就是说,如果是两夫妻,还是男女朋友 今天不要在这儿拍照,对不对? 对对对,两夫妻男女朋友尽量给拍照 对,单身还没关系,对不对? 还是想要离婚的人,就尽快来这儿拍哦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第二层呢,就可以来这儿拍啊 对啦 我们现在来到的那个故宫的后门 叫做神武门 然后神武门呢,一般算是以前那个王帝啊 啊,要微服出行的时候,会从后门走啦 啊,或者以前的那些 啊,公女啊,或者那些妃子啊 想要偷偷出皇宫的话呢 啊,也是通过这道门啦 好,哇,要出去了 好,出了皇宫呢,我们看到这一座山呢 就叫做景山 有些人会想跑到这座景山呢 然后才能够看到皇宫里面的景观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最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中国北京自由的这个系列的话 也记住订阅,点赞,分享,启动小铃铛 谢谢各位,拜拜